我们记者刚刚了解到呢 由于伤势过重被撞的环卫工人 没有能够强救过来 但是过路的女司机江玉琴的出手 相救陌生者的这样一个行为 让我感受到了极大的社会的温暖 来自一个个体 当然这样的温暖 也让我想起了八天前 一个孩子的车祸所带给我的那一份冷 今天这个小生命已经离开了 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八天前广东佛山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 叫月月 在遭遇车祸之后 躺在地上七分钟时间 先后有十八个路过的人 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 帮她抱起来 直到第十九位路过者 一个拾荒的陈婆婆 才将两岁的小月月救起 在今天上午八点三十分的时候 广州军区总医院发布消息 说月月抢救无效 已经死亡 我相信电视机前 包括网络上每一位听到这个消息 看到这个新闻的人都会觉得迟冷心寒 都会问 为什么那么多人路过 而不愿意去扶起 这个仅仅两岁的小女孩 当然就这个问题还想多说两句 还有许多的为什么 首先我想问的是 这个两岁的小女孩 为什么一个人会走在这个商城的马路上 不管你的父母亲有什么样的理由 生活如何的窘迫 如何在外打工 如何有多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生了这个两岁的娃娃 你必须要全力的去保护她的安全 没有什么可说的 另外我还想说 直接导致这个孩子死亡的那个 肇事的司机 事后司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说我看到这个小孩被撞了 我下车看到遍地是血 我希望他死掉 因为小孩子死掉 我就赔了两万块钱 如果不死的话 十万块钱都没有办法打住 我想请问这么寒心无耻的话 他为什么能够说出来这样的想法 想法 他为什么能够存在于他的心底 像这样的事情 对于撞到人之后 希望他死亡就可以一次性了断 如果不死亡 可能一辈子麻烦的 这样一个潜规则的想法 在多少个司机的心目当中存在 我想我们的法律 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 去想一想自己的这方面 有没有漏洞 如果有的话 我们该如何去补偿 让这样恶心的潜规则 消失于我们这样的社会 当然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也引起了广东省委高层领导 最早的关注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广东的省委书记汪洋 就这个事情就提请全省来认真的反思一下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听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 来深刻的解剖自身所存在的丑陋 也许我们不是当时路过小月月身边 见死不救的那十八个人之一 但是你和我是不是这个时候 应该静下心来解剖一下自己 看看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 有没有像那十八个人那样的冷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